男子因家庭矛盾和闷酒后找警察 想进去呆两天 火 这不是法盲吗 不得不说啊 法盲害人害己 怎么回事呢 之前啊 山东提南一个男子 因家庭矛盾和老婆吵架了 不开心 就在河边喝了半箱啤酒 然后就骑着摩托车 到处去找人 这找谁呢 找正在查酒驾的教授 这是干嘛呢 警察叔叔 我烦了 想进去呆两天 警察叔叔一看这 行了走吧 结果呢 酒精检测值 每100毫升200只能有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说一下最佳的标准 每100毫升80毫克 这活活的超了三倍多 这可不是酒驾拘留个几天 这是最佳 什么后果呢 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 可以判一到六个月 不光如此啊 还会有些案件 你的工作很可能就丢了 而且孩子以后靠公务员 参军入党正审 都不得了影响 所以啊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学法力 多看点数 否则很可能像这哥们一样 在看工作里 后悔呢